你好,我是Brian 认识我的人都知道 我其实是个蛮热爱工作的人 工作对我来说 就是生活里面最充实的一块 我因为工作 可以有机会认识到很多可爱有趣的人 有人问我什么时候打算退休 那我的答案是 只要我的身体还OK 我其实很愿意工作到人生最后的一刻 因为我觉得可以一直贡献 其实就是一种祝福 可是年轻时候的我 完全不是这样 我也曾经是一个每周都有Monday Blue的上班族 上班蛮痛苦的 而且我还曾经因为工作太苦闷 我躲到公司的厕所里面去睡觉摸雨 那当时我才二十多岁 回来看到隔壁白发苍苍 了无生气的前辈 其实我开始觉得很惊恐 难道这就是我的未来吗 我还要这样度过四十年吗 其实世界上还是有一些人 他是真心热爱自己工作的 就像我现在一样 这当中的关键 其实在于 他们是不是被动地付出劳力 来换取生存 还是说他们是主动地 一步一步地建构属于自己的事业 有的人拥有的 只不过是一份朝九晚五的job 可是呢 有些人是真正拥有自己的career 这个job跟career 差别就在于为他人 还是为自己工作 这就是你能否乐在工作中间 一个很大的差别 那这些年呢 很多学生听众都来问我 植牙相关的问题 所以呢 我也把我过去二十年的经历 还有这些问题的答案呢 都浓缩在一场三小时的演讲中 这场讲座的名字 叫做摆脱植牙困境的系统化做法 既然叫做系统化做法 所以我就会为大家拆解成十二组关键字 我们可以把植牙 想象成一场游戏 这十二组关键字 其实就是十二道攻略 希望能帮助大家过关斩将 成就一条属于自己的植牙之路 这场讲座开办之后 从2016年起 已经累积了超过一千多位听众 给予我们热烈的好评 有学员说 这是他有生以来听过最有趣 最实用 也最疗愈的一场演讲 也有同学告诉我 他以前总是想逃避工作 可是呢 听完这场演讲之后 他变得更有方向 而且迫不及待 想要很好经营自己的植牙 如果你跟我一样 想要乐在工作 想要拥有自己的植牙 不想做着不喜欢的工作 虚度一声 那么我建议你今天 就该给自己一个突破的机会 听完这集Podcast后呢 记得点击说明栏的课程资讯 我们课堂上见咯 欢迎收听大人的Small Talk 这是大人学的线上广播节目 我是旧张国阳 大人学是个分享成为成熟 大人必备学问的知识平台 我们长期分享 职业发展 人际沟通 个人成长 商业管理 以及两性关系 等等的人生议题 欢迎大家可以多多关注 在前两周的节目中 我有回答一个听众 关于职场升迁 公平性的问题 在今天的节目中 我其实想要延伸 要聊一些 就是我当天没有讲到 可是我后来想想 觉得还蛮重要的一个概念 所以我们今天 我就想要来再加码 来谈谈公平这档事 但是公平这个主题 其实说起来我们写过 而且聊过好多次了 大人学的文章平台 我印象我好像写过一篇 还是两篇 然后Podcast 我还有Brian 我们应该分别都有讲过几次 所以我其实还蛮鼓励大家 就是你可以找来听听 到我们大人学的平台 搜寻一下公平 你应该会找到几篇文章 当然甚至其实还有一些更核心 更黑暗 或者更直白的一些认知 我们过去是没有拿出来公开讲了 可是平常是有放在职场大人学 还有恋爱大人学 这两堂课程中 所以我其实也还蛮建议大家 疫情之后 其实可以来上上这两堂课 那在今天 那在今天 我想要揭露跟公平有关的观点 是关于你怎么换一个角度 来找到公平 尤其是在职场中 我跟Brian常常说 就是大人跟小孩的一个差异 其实就是看事情的观点 那公平就常常是一个 很多人的成长门槛 成长门槛过去的那个 就是很多年轻小朋友 他在职场中 在社会中 他会觉得不快乐 因为其实他们有一个不存在 世界上不存在的公平期待 他们总是会期待说 公平是某种量化 是电脑计算的 是非常的客观 是一个公式 这意思就是说 有点像不管是打电动 或者是真实人生 背后有个神 他全知全能 他可以把你的每个行动 每个思考 每个判断 每个评量 他都考量进去 然后让你就会觉得 我做的每件事情 其实都有得到回报 因为上天在关照着 或者是系统背后 有一个主持人 他知道我做的某个事情 所以他给我一个 对应的公平回报 可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真实世界绝对不是这样子的 绝对不是这样子的 我也不是否定 我也不是说这个世界上没有神 搞不好是有一个全知全能的神 可能有 可能没有 有可能我们你知道大家死后 真的都会受到一个很公平的审判 有人上天堂 有人下地狱 或者是因果轮回 会让我们下辈子得到 这个你知道报应 我们会变成不同的东西 可是在这一辈子 至少在这一辈子 我们活着的时候 你的学校的老师也好 你公司的老板也好 他们都不是全知全能的神 他们的评判机制 也绝对不可能会是全知全能 也不可能是数据精准的 一个全方位的一个评测评量 事实上 我反而还希望大家记得一件事 就是其实 尤其你在职场中 你的老板其实从来就没有 我相信不会有任何一个老板 他在意所谓全方位的评量 为什么呢 因为你知道在任何环境中 上位者 从他们的角度而言 升迁的重点永远都跟公平无关 你说那跟什么有关 跟有用有关 这个人只要有用 就有机会破格提拔 那请问大家什么叫破格提拔 破格提拔的意思很简单 就是上面的人觉得这个人 虽然不符合我们原来定的规则 可是我需要他 那这个人就会被升上来 所以你的公司 可能大公司可能小公司 大公司尤其很特别 他们可能会有一些升迁标准 你要来公司三年 你中间不能迟到早退 然后你要参加食堂升迁的必修训练 然后你有参与过1000万以上的专案 两个 然后最后的某个考试 你通过拿到80分 对有这些标准 但是这些你都达到 也不表示就会选你 因为你的老板 你上面的老板 他们永远只想一件事 就是他要选一个可用 而且还好用的人 意思就是说 不是只是可用就可以 可用以外还要好用 所以好用 有可能包含了性格 有可能包含了跟别人的合作能力 协调能力 沟通能力等等等等 甚至是别的部门的观点 这都有可能会被参考进来 可是如果这个好用可用的需求 它暂时没出现 可是忽然基层中层都说需要找人 这个时候可能才会从系统中挑 所以从系统中挑 永远是因为你知道 没有更好的 不得不如此 反正系统给的也是OK的 可是如果他有一个特别的需求 而且已经属于某一个人了 那系统的建议 永远不会是现在的优先 那换言之 用系统并不是因为大家觉得公平 而是因为那轻松那方便 而且现在没有更优秀 更值得升迁的人 好 那听到这边 那有些年轻朋友可能会觉得 就这个太悔三观了 那你这样子让我之后要在职场上怎么做事 难道我就只能你知道抱大腿吗 只能到处拍马屁吗 我等说也不是这样 也不是这样 就是虽然你的老板 他可能不在意什么系统上面的公平 可是几乎所有公司的老板挑人 他还是符合某个公平原则 只是请记得 大人的公平不是量化 不是一个全知全能的系统 大人的公平 你该知道的是 它叫做一致性 你说什么意思 这意思是这样 就是假设 你今天去的一间新公司 你其实也不用太在意 HR跟你讲的什么升迁标准 当然你还是要达标 因为所谓的升迁标准 往往是这个机构的最低标 来记得这是最低标 不是说你达到了你就会升 而是你几乎要升的人 可能都得要达到最低的一个门槛 你反而要去关注的 是那些实际被升的人 他们都有什么背景 我举例 假设你去了一个新公司 然后你就观察 或者你问问其他人 你可能会发现 这个公司最近一年 几个升迁的 都是帮公司签下大单的 那这代表什么意思 这代表老板真正在意的 是大家的签单能力 那至于你知道 签单能力强的 那他有没有上过 什么公司里头的专业学程 他的学历是不是硕士博士 老实说这些 其实对他也很可能 都是知为莫解 对不对 我讲的这个夸张一点 甚至这个有能力签大单的人 他有一两项条件没符合 这都可以破格录用 这都可以破格升迁 老板其实真的不在意 换言之 你如果慢慢观察 你慢慢搞懂了 你就会发现 下一次公司里头谁会被升 你心里是有底的 你是笃定的 对不对 因为你就看 现在公司里头 只有一个人业绩超强 那老板多半会升他 结果呢 老板果然升了他 那这表示 你掌握了这整个公司里头 用人的一致性 而你掌握了这个一致性 其实你就知道 你就知道了真正的评量标准 而也因为这个评量标准 他虽然没有写出来 他没有放在什么系统中 可是他是真的 表示他绝对公平 因为接下来几年 你会发现 所有签单能力好的人 都会被升 可是你说 可是过个一年两年 发现有一个没有被升 那你就来看看 是不是还有某一两个 升迁的条件 是你没掌握到的 那如果发现 这个公司里头 所有业绩好的都会被升 那你也想要升 那很简单 你就业绩好 你业绩好 好到全公司第一 升迁就会是你 你就会发现 这个机制公平的不得了 那些系统分数比你高的 也都会有人把他挡下来 因为表示上面 没有在看系统 他看的是另外一个东西 所以你掌握这个一致性 你就知道真正的公平在哪里 那条线在哪里 那你反而好做事 那再来 你能掌握这个一致性 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好处 就是你过了几年 你还待在这个公司 结果忽然你发现有一天 这个公司老板开始升上去的 都不是那些业绩最好的人了 你想说这发生什么事情 公司开始变得不公平 变得奇怪了吗 没有 也可能这个公司开始有了新的游戏规则 那如果你是一个长期关注一致性的人 你就会立刻察觉这件事 察觉了 你就会开始想是不是如此 有可能只是一个单一的特例 可是你发现接下来两个三个都是这样 表示业绩最好 已经不再是上面老板最在意的事情 然后你另外一个思考就是 为什么发生什么事情 为什么老板变了 老板变了事出必有因 所以你就会去揣摩 你就会去揣测 你就会再去观察 那最后有可能你发现 老板改变想法 对不对 他升的是业绩还可以的 可是这三个人 他们有一个共通点 就是他们跟客户的收款能力 非常非常的强 老板变了 老板在意的点变了 那这个变了为什么 有可能很多原因 对不对 有可能老板 现在开始比较在意收款能力了 也可能是公司的现金流 可能不太好了 所以老板更在意收款 对不对 或者是公司的经营策略就是变了 但无论如何 你只要脑海里头 对一致性这件事情 有一个非常强的关注跟认知 你就会在任何的变动 察觉这个一致性的改变 然后你也会去关注 新的一致性到底是什么样子 然后你又掌握了 你就知道你怎么搭配 你怎么配合 你怎么改变 换言之 你能够掌握决策一致性的人 你就会掌握到公平 而且你也通常不会混得太差 所以我在这一集的最后 我鼓励大家 不管你今天在公司工作 甚至是交朋友 我都会建议你 你不要太认真听别人讲的话 因为讲出来的话 有可能非常的冠冕堂皇 有没有 就说我们是一个 在意所有大家平衡发展的 什么什么的公司 可是你要看的 永远都是决策的一致性在哪里 决策行为的一致性 会告诉你真正的想法 会告诉你真正的答案 你也会再透过掌握这个一致性 来取得真正的公平 关注跟重视 所以重点稍微调一下 你就会发现 你的人生轻松很多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的收听 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分享给亲朋好友 我们大家一起相信思考 勇于改变 一起学习成为成熟大人的 必备学问吧 那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